兄弟们都要看巨骨蛇鱼喂食 安排 还有看小黄猫喂食 一起安排 首先拿来咱们处理好的泥锈段 再添加一些我的秘质调料 不要加多 加一丢丢 补出一点营养 搅拌均匀 稍微腌制 一分钟 咱们先把小黄猫它们喂了 再喂巨骨 不过在喂小黄猫之前 先得把上面的黄化银龙先喂好了 看着啊 已经闻到味道了 它已经感觉到了 来 掉头 就这速度 一个一个放 放多了不行 得慢慢熏食 我现在喂食 我发现不管什么鱼 咱们都得慢慢的给它熏 熏得它会结实 特别是咱们喂龙鱼的时候 你像我这个黄化吧 还好 叼连眼就叼连眼 多连嘴就多连嘴拉倒 但是咱们要是品质特别好的 金龙 红龙 你要是一次性喂多了就麻烦了 好下来了 看谁去接 看谁接 金刀 不要量一个 再来 不要量两个 怎么样 谁和我杠呢 说咱们金刀 开针的情况下不开口 看到了吧 密质调料 我自有法宝 来 再来 哎 没下去吗 没下去吗 好嘞 接 咱们这个黄化银龙每次不吃多 它也至少得吃三条泥鳅剪成的泥鳅段 好 又下一个 噢 没尝到 回机接 金刀 漂亮 黄化差不多了吧 好 肚子已经鼓起来了 我们接着往下喂啊 喂这个小猫的情况下 它就不需要少喂 它就需要一把一把往下丢 因为它太能吃了 嘴巴又大 来 直接丢一把 来 哎 黄化银龙还搞一个 突进取巧了都 来吧 看了 闻着味道就上 它也不能给它吃太多啊 不能吃太多 毕竟体积还小 刚才已经吃了几颗了 然后这边 也不要一块功夫 直接大嘴扫光 然后金刀呢 金刀也吃差不多了 这个虎蚊呢 咱们平时必须喂活的 喂尼秀段它动都不带动的 知道吧 金刀也来了 闻到味道了 来了 漂亮 啊 就这些尼秀段 就够黄猫 和金刀它们分的了 黄化银龙吃饱了 它是不会下来的 下面咱们喂你们呼声最高的鞠骨 鞠骨鱼现在20公分 多一丢丢吧 长得很快啊 只要喂尼秀段就行 其他的我都不带喂的 你瞅瞅 我的 太厉害了 这状态今天好得不得了 再来 一个一个来 好好 它吃活的小泥鸟 可以吃两条 所以说给它喂尼秀段也不能喂太多 感觉它肚子吃起来就可以了 是吧 这巨骨能吃呗 我估计啊 很快的时间我就可以把它移到哪去了呢 移到咱们一米二的缸 不能突然间一次性给它移到连米缸 因为它需要慢慢长 要给它一个过程 主要这玩意还皮吧 你看它们我这里水草脚的 那里 都是水草脚飘起来的 太皮了这玩意 你可想象 长大了如果要是稳重一点嘛 还好 它要是不稳重的情况下 那咱们那个鱼缸啊 可能真的经不起它高 那肚子已经起来了 我看一看 看它的头 头骨挺硬啊 那肚子已经起来了 骨起来了 然后这里面还有三颗 一颗 两颗 三颗尼秀段 我剪的都是这么小 它马上要消化一下 刚才一口气吃太多了 身上呢 现在已经开始发色 就是比刚来的时候要好看多了 感觉像一个巨骨的样子了 回过头啊 再给你们看看咱们这条小鸡猫 已经吃的不能平趴了 你知道吧 它身体已经斜了 它估计啊 可能那边吃的骨一点 这边没有吃太多 这个肚子难道两边不对称吗 但是看起来这边已经鼓起来了 它目前我估计啊 应该在七八分饱吧 后期咱们喂这些小型的鱼 就是还没有成年 没有成体的鱼 尺寸不大的 咱们选择经养 就是不能给它 为了看它们吃时解压 就随意喂 或者是把它们吃太沉 对它们不是好事情 大一点都还好 对吧 大一点它本来就有捕食能力 就这样兄弟们